我家养了两只非常奇怪的鱼 也养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主要这两只鱼呢很奇怪 它一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发出婴儿的叫声 而且这两条鱼呢 跟普通的鱼啊大不一样 它能长出四条腿 最主要的是这种鱼啊长得非常的慢 而且是吃肉的 它的外形看起来呢就像鳄鱼一样 但是呢又没有鳄鱼那么大哈 而且会发出婴儿的叫声 今天呢就带大家呢一起看一下 看看这种鱼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哈 说实话这种鱼呢像我们村里啊 很多的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说没见过 说这种鱼啊非常的稀有哈 也非常的昂贵 那咱们呢去看一下哈 就养在这个鱼缸里哈 养了有两条好像是一公一母的 也养了大半年了 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 像这种鱼呢也很奇怪 它一到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发出婴儿的叫声 村里的很多人啊都说没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鱼哈 那咱们呢来俊几鱼的看一下 看看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的鱼哈 就养在这种鱼缸里看一下还弄了这个石头哈就这两只了看一下这种鱼 养了大半年了才长到两三斤的样子哈 然后弄了这个石头给它营造那个生长环境哈 好像这种鱼呢在河里或者海里都很难见到 然后呢只能在那种小溪里面才会长的哈 哇塞看我家小孩子拿这个水管啊去弄一下它 最主要这种鱼啊 它的嘴巴特别特别的大哈 而且呢还长了四条腿 看一下是不是就像那个鳄鱼一样啊 它好像是一公一母的 买回来呢就是一对的哈 就把它养在这个鱼池里 养了也有半年的时间了 都没怎么长哈 然后鱼缸里的鱼呢也被它吃的差不多了 像这边呢还有这种螃蟹 还有两条刚放下去的鱼 就没有吃哈 像这种鱼呢专门吃那种小鱼小虾的 养了半年多啊都把鱼缸里的鱼都吃掉了 它们两个现在走在一起了啊 好像这边这一条看起来就更大一点哈 然后这一条呢就更小一点 大家看一下 它们都长有这种腿的哈 像一般的鱼啊都不会长腿的 它们呢长有四条腿哈 好像那个青蛙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青蛙的变种哈 而且最主要这种鱼啊 晚上呢就会发出那种婴儿哇哇哇的声音哈 非常非常的奇怪 因为这种鱼它的嘴巴呢特别大 而且呢会咬人 像我家小孩子啊去抓了一下 都把手呢咬伤了 所以呢现在我们也不敢去抓它 就一直放在这个鱼缸里面养着呀 养了半年多啊都还没有长大 主要这种鱼呢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 为什么会长脚 而且晚上还会发出叫声 大家呢可以把视频转发分享出去 或者评论期讨论一下 喜欢看更多农村视频的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